我不允许你到现在深蹲还做得一塌糊涂 很多人可能会说了 你这个腿这么细一看就不会练腿吗 不练不代表不会练好吗 等会我就告诉你我不练腿的原因 三个细节深蹲效率直接拉满 背叛的人我都送他一把碗 将来终成于我的人 那就是几个亿了 第一个膝关节一定要保持外展 占据羽肩同宽 脚尖外分大概30到45度 膝盖的外展角度跟脚尖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内收肌和外展肌群会参与进来 膝关节会非常稳定 稳定才能更好的传递力量 但是一定要注意去克服 在外展过程中忍不住膝盖内扣的习惯 第二个是扛杠铃是手的握具 握具要尽量窄 为啥呢 因为你握得窄 肩背部肌肉就能收得更紧 一个紧实的肩背 跟一个相对松垮的肩背 哪一个更能扛住杠铃 第三个是呼吸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腹式呼吸 保持胸部位置不动 吸气肚子就鼓起来了对不对 但我现在提前收紧腰腹部肌肉 让他吸气的时候不容易鼓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腹部压长就会变大 可以用来更好的保护腰椎传递力量 所以我们上蹲的时候 先收紧腰腹部肌肉 然后吸气憋住下蹲 起来一半的时候把气涂掉 这样当你蹲的重量比较大的时候 你的腰椎就不容易受伤 三点至三个亿 学会的转钱 再来说一下我为什么不练腿 是我害怕了吗 是我受伤了吗 都有可能是 但都不是 骗你的今天刚练过 我不但练我还往死里练